哈喽大家好,我是十六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幻界王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幻界大陆的虚幻世界 里面的人拥有幻魂力的奇特功能 很久之前曾经爆发过天舞和魔舞的两方战争 主角名叫楚灵骁,是一个歌王 没错,这部动画的OP就是他唱的 嗯,主角名叫楚灵骁,是一个没有幻魂力的普通人 嗯,我们就先假装他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这天和往常一样跟哥们吹逼 我要成为大侠 你没有幻魂力 我要闯出一片天 你没有幻魂力 我要考进天舞学院 你没有幻魂力 你除了这句话还会说其他的吗 你没房,没车,也没钱 我们还是说幻魂力的事吧 你没有幻魂力 Fuck 而另一边,一个蓝发小姐姐正在躲避四个黑艺人的追捕 这个蓝发小姐姐很牛逼啊 她牛逼到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就和他们进行搏斗 完全不怕走光的风险 嗯 风景真好 蓝发小姐姐是魔物势力的间谍 她的上次很像一个喜欢吃苹果的死神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通过考试闲浮进去 拿着这个,只要把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那个人就会死 明白了,我要成为新世界的咖米 咳咳,不好意思拿错剧本了 我是说你穿上它就能伪装了 咳咳,我也拿错 我保证完成任务 于是间谍小姐姐变成了小哥哥参加考试 这个考试是这个世界观下最牛逼最严格的考试 录取人数之低,及格之难 每次都会在精英群群中刷下一大群人 那么难受一个普通人怎么会来参加考试的呢 巨型需要 当然眼见的小姐姐一眼就看出了蓝主 这人不就是昨天那个家伙吗 美丽的小姐,我来救你了 哎呀呀,一不小心就把你扑倒了 哎呀呀,一不小心就摸到你凶了 你这流不用谢我,这都是我该做的 干 回到考试,考试总有三场 第一场是让抓到三级以上的魂兽 蓝主表示 虽然小爷这边没有换魂力 但是凭借我多年的灵子经验 我可以通过鼻子文出哪有幻兽 哎,小姐姐表示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我就先给你下个驱兽文 幻兽看到就会自动跑路 我看你怎么抓幻兽 抓到了,还是高级幻兽 哪泥 我靠,这都行 而第二场考试则是跟着老师通过深圈之桥 前50名通过者可以晋级第三次考试 桥上有很大的雾,又有隐藏着的陷阱 老师,这位同学 你不觉得这个套路很熟吗 你想解释也是没有用的 你看观众的弹幕都这么说的 你有说什么吗 没,没什么 这个时候小姐姐心里表示 反正雾这么大 我就在桥上给你安排个大怪 我看你怎么通过了 还是无伤通过的 哪泥 师兄,这个是万柱虫 对声音很敏感 千万不要发出声 同志们 坚持就是胜利 给我顶住 顶住 我靠,我们可是国产动画 触手画太多可是会被和谐的 日本的画太多也是会被和谐的 而且这触手是攻击用的 你看看他的头部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其实我也是 诶,我记得我刚才好像有个大胆的想法就被抓了起来 你还记得我吗?同胸 这个封印针难道是 难道你是 九尾 那,那,那,那是几尾 一尾 二尾 三尾 四尾 对了 封印针跳过都是这样画的 所谅死都将封印针 不如我化学变试上 放上去,谁会知道这是封印啊 哦,有道理有道理 那,那你是什么呢 啊,我知道 你就是给我开挂的吧 那就开吧 于是我就这样过关了 我擦车也行 然后到了第三场考试 内容是抢夺对方的利弊 抢夺到一千的晋级 这当中还有学校的学长埋伏着准备狩猎新生 这分明就是火能争夺赛马 你还说你没看过 豆 小姐姐心想 这回我先将你所有的利弊全部给抢了 我看你怎么通过了 还是用魂币通过的 哪泥 诶诶,你看那两个人没有 他们在干嘛 你看了还不懂吗 这是在电机play啊 就是有人就喜欢玩这种玩法 在痛苦中感受快感 但这也太开放了吧 现在还在考试诶 而且还光天化日的 你管人家了 走了 别换人家 等等,我也要来 哦,不对 我说的是 放开那个女孩 糟了 被发现了 我擦,被发现了 学校如果逮到玩电机play的 可是会被通报批评的 停电严重者还会被开除的 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的魂币给我 求我别把这件事给捅出去 我擦,这也行 于是储林消息这么通过重重障碍 看似慌的一逼 实际稳如老狗地考上了 这个死亡率三成的天舞学院 虽然一直以来被人嘲笑为废物 但如今不光进入了学院 还唤醒了幻魂力 身体里面还有个强牛力的外挂 真是诸事顺利啊 哇,他竟然有魂币 牛逼牛逼 哇,他竟然选择了最好的魂器 牛逼牛逼 哇,他竟然是我的BOSS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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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老实说幻界王这部动画 还是挺好看的 主要是画面的演绎 搭配上深妞卖力的演技 就比如刚开始告诉你 男主是个废柴 然后考试期间又有女主这个高手 一直在捣乱 那么很明显看点就在于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捡狗事运 过了这种考试的 基本上就是 怎么还不装逼啊 怎么还不开挂啊 你怎么还这么废啊 诶,开挂了开挂了 当然要说套路的话 也是有这些记事感 不过这动画在女主方面 倒是费尽了心思 你看放眼望去那么一群人 就只有这两个妹子 和别人的打扮是不一样的 然后基本上每一集 你都会发现男主和这两人有着互动 当然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故事才刚发展到稀里糊涂考上学院 至于后续如何发展 待我将其追完再说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妨关注关注关注 加素质三连一下 那么我是十六